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与灵感 今天呢,是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一个非常美味的 适合于我们冬天养颜的一个美味的慕斯 里面呢,是含有非常多的一个维生素 可以满足我们每天呢,对于维生素的一个需求 然后口味呢,也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甜美 我们需要的呢,就是一个我们的香蕉 可以看到我们的香蕉呢,这里是有一些比较成熟的香蕉 以及呢,我们的奇异果或者是猕猴桃 我们这里呢,是选用的是金色的一个猕猴桃 用的是四颗 金色的猕猴桃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料 相比于我们的绿色的猕猴桃呢,画了是更多 以及我们一个橙子和我们的一瓶橙汁 这边呢,是有需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容器 可以让我们用我们的搅拌器呢,把它全都一根搅拌起来 以及我们的盘子和一个小刀 最后呢,我们是需要的一个杯子和以及我们的吸管 去给它做一个小的小的装饰 那么我们就开始先来准备我们的原料吧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所有的水果呢 都会放进我们的容器当中 然后这个容器呢 最好是使用比较长线的容器 比较方便于我们呢 把它全都打成这种碎渣 我们现在是需要我们的搅拌器呢 把它全部给它打碎 然后打成我们的水果泥 所有的水果泥呢 给它打好了之后呢 就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然后里面呢是非常多的一个维生素 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想吃 我们现在呢可以把它加入一些 我们的橙汁 这种百分之百的原味橙汁 在加之前呢 一定要把它稍微的搅拌一下 然后加一些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混合一下 再给它再用我们的搅拌器呢 给它打的再细一点 打细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杯子当中 嗯 差不多做成这个样子呢 就已经做了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把它放进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杯子里面 放进冰箱里面 作为一个保存 也可以呢 现在打好了就现在现喝 嗯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杯子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打好了之后呢 下面可以看到 这里面呢 是有非常多的这种 嗯 果仁在里面 剩下的呢 我们是大概是有 大概两杯的一个量左右 所以总共全部打出来呢 是有三杯 三大杯 这么一大杯呢 是将近有300毫升 好啦 这就是我的做出来 非常美味的香蕉奇异果 这个橙子的一个慕斯 看起来呢 就是非常的美味 嗯 里面呢 还有我们的一些奇异果的一个果子 嗯 当然啦 你也可以在里面呢 加上一些酸奶 或者加上一些牛奶 加上一些我们的冰渣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款非常适合 我们夏天喝的一个果汁 哇 我现在都已经开始有点忍不住 想要开始喝我们这杯非常美味 也富含维生素C 富含各种各样维生素的一个饮料啦 嗯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 进行给你带来这个小的视频 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赞 加一鼓励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 留下你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一个愿望 你们的想法和你们的建议等等等等 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 每周最新推出来的视频呢 你都能有个及时的推送 嗯 我们频道当中呢 还有非常多的关于我们的手工DIY 非无利用的等等的一些小的视频 希望我们的下期能够继续再见面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